各位好 Fly Bear 灰熊 今天我要來跟各位聊一下 怎麼樣去準備一個展覽 或者是準備一個影片 來介紹你自己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一個無限的接收跟發報 也就是說當我現在帶著麥克風 我需要錄影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 走動的時候我的聲音還是維持一樣的音量 就是因為這個麥克風夾在這裡 所以它的距離一定 因此你們聽到的聲音也一定 這樣就比較容易讓空出你的雙手 去做一些其他的說明 背後就是我們剛正在晾乾的畫 我通常除了有畫以外 我們會接到一些你去參展 所以你會決定你大概有多少作品你要展覽 有了作品你就知道說 你大概需要多少的攤位 登記好攤位以後 通常大會會在前兩三個月 他讓你去抽籤 抽完籤以後 我就會大概有一個平面圖 我自己先畫的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平面圖 這個是走道 這個是兩個入口 總共有四個攤位 所以4乘3 每一個攤位有3公尺 所以就有12公尺 還有一個外牆 還有一個這個 中間的分隔牆 所以實際上算起來有12345 1234567還有外牆8 大概7.5個牆壁左右 每一篇是3公尺的時候 你就可以計算 你的一幅畫 還有中間流的空隙 以及你的框大概有多少 當你都算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大約的展覽 你的形狀大概會是什麼 需要多少幅大張的 中的小的 做完了以後 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想法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規劃 你還缺什麼畫 你什麼樣的作品 什麼樣的主題 比如說像這個火的系列 那我就畫一系列火的 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 然後夠的時候我就知道 第一面牆OK好了 然後再來呢 第二面牆它什麼系列 第三面牆什麼系列 你們會看到像這樣的一個 雨傘的系列 或者雨的系列 它也一樣有系列 那這個都完了以後呢 你很 通常畫 是不需要在展覽的時候 你去跟人家溝通的 這個 經過的人一看 就是你這個系列 你只要講一個故事 可是呢 這樣的一個故事 你通常很難吸引人家進來 因為它的 這個視覺的焦點的移動 我們在國外的設計學裡面 我們需要有一個東西 你是移動性的東西 而不是固定的 像這樣的固定 所以通常我會做一些T-shirt 這個T-shirt上面會有一些圖案 而這個圖案呢 跟這個背面的這個 展出的東西是有相關的 另外有一個 我做了一些貼紙 這些貼紙的好處呢 就是像 有一幅畫 是一隻貓 那我會找一些 比較能引起話題的 這種貼紙 它當作你的名片 那我們現在的名片 我們在國外看到 已經沒有什麼寫什麼名字啊 電話啊 E-mail 這個已經都過時 大部分就是一個QR Code 你可以用一個QR Code 對方的手機 稍微滑動一下 掃進去 那有你.com 的這種位置 Docom 會連接到 Facebook Link 還可以連接到 像Line啊 Facebook Instagram 它各個的平台 它都自動可以連接 而且對方的手機的當下 同時就連接到你所有的作品 包括你的聯繫方式 通通都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很容易讓對方帶走的 你也可以 這個可以撕下來 可以黏貼 你可以黏在你的工作服啊 或者你服務人員身上 那因為它這是動態的 所以它會引起 一般人的注意 所以基本上 在展覽的時候 一般人走進來 走到大概有3公尺寬 經過的時候 它大概只有 0.5秒的時間 如果它不是被動態吸引 要不然就是被 這一整系列的色彩 或者是明度或者H 它所吸引到 或者它非常大的面積 當你能夠讓吸引了以後 你才有機會讓你的作品 去說你的故事 那一般人都喜歡聽故事 就像喜歡看魔術表演一樣 它也是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的情節 你就需要去設計 它有不同的主題 你要讓看的人 能夠去編輯出 它所 心中所想的主題 因此它才有對話 而且它有共鳴 這樣的話 每個人走過 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它跟我們一般看過的什麼 照片 或者是招牌 你看過了 你走過了 你不會再回頭 來欣賞那個招牌 澳洲是幸運皇屋 這個是富邦銀行 不會的 因為你走過 你只是辨識它而已 那你要它這個招牌 取代招牌 而有一個變 有一個對話性的時候 也需要你給它幾個引導 一個叫視覺的引導 當然還有聽覺 還有很多 我們因為是畫展 所以你就知道 視覺的引導是非常重要 你代表了你的作品 可是呢 沒有人會先去看你 一定先看你的作品 所以任何一個移動的標的 在這個附近走來走去 都要能夠誘導視覺 回到你的作品上 好 那我今天聊到這裡 待會兒我們來畫幾幅小的畫 也就是彌補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在展覽空間裡面 還有不足的地方 或者預備的地方 或者因為在過程中消瘦 然後空出來的地方 我們可以隨時把它補回去 我們下次再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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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遠